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把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富昌,请观看早晨 欢迎来到逢星期三日炮姐十战期货 记得,Times everything 昨天的市况方面很诡异 突然间早上10点半 我常常都叫吃午了,吃了先 因为我们近这四天的节奏 都是一个10点30分就要吃 如果你不吃的话,就会有些变折的状态 昨天的指数方面,突然间 下跌了四百多点,15分钟 所以就是说这个低成交 低成交,不一定跌 是一个武高龙低 什么叫武高龙低 因为它少少钱就动了 所以要知道吃会吃得快 最重要是好世界 明天早晨 看看今天哪个最早来的 我优秀的狮子王同学 今天Facebook会出一个post 教大家玩股票期货 你不知什么股票期货 正对了 透明我的Facebook金融联派的YouTube频道 12点钟会出一条片 中午就是教你们什么叫股票期货 我会有这个 讲一下这个按针 讲一下这个需求 讲一下不同的种类 讲一下有什么好处 要留意的地方 这个是大家需要知道的 你不可以说完全不知道工具是什么 走进去听电话就不行 所以来说 大家都要清楚知道明白了 快点分享这个链接给like我先 我们看到100个like 做人的肯定性是非常重要 你的方向性目标感都很重要 好像昨天我说要搞一个习作 YouTube的片段 什么公司拍好了 回家做不完 就回家继续做 搞字幕的 为什么不假手于别人 就是要亲身体验到一个学习的过程 才有结果 亲身体验一个学习过程才有结果 成功留给一些有准备客观的人 早晨Nevera 早晨Richard 早晨FCC 早晨 所有粉丝都差不多 进齐来了 有什么股票问题 欢迎大家去留言给炮姐 昨天最打开的新闻指数是通胀 40年来的新高 大件事了 油价3月份升了多少% 48% 物价升了多少% 8.8% 简单来说 我们的钱是越来越不见识了 我10元买个鱼楼包 现在11元 可能12-3元才买鱼楼包 那钱不见识怎么办 当然要自己出粮给自己 如果不是的话 通胀 人工你又跟不上通胀 那你的购买力就萎缩了 香港是全球 第12年荣获最贵的楼市 所以你不再增值的话 你将会后悔莫及 后悔莫及 这个大家要清楚知道和明白 我看到今天市方面 基本上是靠油股 是强硬拉住他 所以我就是说 今天落到低位 我们的防线 是的 我们的防线 早晨 Officer 昨天看一些旧商费 Officer 已经支持我几年了 鸭姐开台 盘古初开到 现在的粉丝们 很多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是的 今天我的五头马车 是的 我整天都给五头马车粉丝 就是说什么来的 就是说它爆升爆跌 最紧要走 是的 最紧要走 你一定要追踪我的群组里面 才有最新的资讯 告诉大家 因为那些马车 我差不多每天都会移动 稳定工具 Bilibili 和快手 也是两个核心的马车 昨天我就有个粉丝 多谢你 Aline同学 送了一个 好像这个是吗 但是一个阅读书本的工具 Kinder的朋友 这个更新一点 是一本mini的东西 看着这本书 下次拿进来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些挺好的 有时乘搭车 或者路途上 不是经常驾车 路途上看这些东西 自我增值 我觉得是不错的 我昨天用这个小仪器 我还看了这个Bilibili的马车 挺搞笑的 原来在一部机里 是看到一些 漫漫的 揭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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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最爆发的事 当然就是说 终于批版好了 其实我想说 为什么网易昨天走上来 明明45只 一只都没有据粉 因为它的 游戏收入 占它的收入是72% 他就说 旁边也有饭开 会不会煽两口饭过来给我 会不会给我饭吃 网易昨天叫未出发先兴奋 我觉得 昨天也在直播 心动 创梦 你不要觉得它有游戏开 就冲进去 死眼的 明白吗 没有看回沉溺的直播 如果你问 支付新股 差不多都是看回沉溺的直播 简单来说 不抽 创梦 心动 我觉得不会很心动 还有核心来源都是腾讯网易这两只龙头 才会影响到它的力量 我觉得这一刻来说 暂时真的看不到什么特别强劲的走势 没什么特别强劲的走势出现 所以今天的市场来说 它一落到炮姐 第一条期货防线 第一条期货防线 就叫弹一下给like 我只有26个赞 有80多人看 现在既然只有26个赞 有没有搞错 动一下我的手指 会输筋活络的 为了骗like 炮姐开始不知做什么 就是说 它是一个2007的迫慰元淡仓 4月份 其实我觉得股票 期望是一个好好对付内房的工具 如果它还没接买的话 是一个不赛工具 因为它的喷嚷或是一些红 其实已经没有了 只有期货 而且因为它仍是指数成分股 硬要给你期货 那装就惨了 如果做好一些长期派钱给你洗 没办法它不断借你 它是6.29 做一个两张的胆仓 是6.29 做两张的胆仓 它在5.97 有一个浮动盈利 3200元 OK了 3200元 其实这个来说 它用一个很低的按针 就可以做一个杠杆式 还要是一个方向性回报 我觉得期货最大的买点 是有一个可以做淡的方向 给大家选择到 大家经常买股票都是 肯定要上升 因为根深体股 你一定要上升 但你不要忘记 我们3月份多少 差不多6000点 然后去年多少 8000点 原来说我还是要上升的 死都要上升的 你记得 Catherine Wood为什么ARKK基金 跌到偶电 今年跌了36.2%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死牛一面镜 OK 什么是死一面镜 就是 我觉得减肥 死一面镜是没问题 坚持去到炮章的目标 是多少 是多少 打出来告诉炮章 我们的目标是多少 就是说 我的目标是116 今天又是贴着个带122 死都不下 今天继续跟教练谈了新的formula 如何吃多两个牛鸡 搞定它 就是说目标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 减肥不爱顾这个字 吃 吃很多学问 吃鸡蛋 新铜 如何调配 如何补充营养 如果你过分减肥的话 其实你会脱头发 你看到这么浓密的头发 才知道营养充足 营养充足又要有些保健品 就是说你一个方法 是要蛇变的 目标很简单 契妈的目标 当然是为她的投资 赚钱的去分红 但当她赚到钱的时候 她就很喜欢搬到门 五年 看了五年 看了十年 炮姐减不到 看了五年我减到 看了十年也减到 这些是本末倒置 自欺欺人 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做一些这样的事 OK 记得给我赞 100个朋友到场 马上送大家一条期货防线 以及分析一下 今天期货的节奏线 其实今个月来说 我看到已经有1500点以上的 低笑波幅 以前唱K K LUNCH 30元低笑波幅 那时候是20年前 最低笑波幅 下面的支持位置 我给了21139 第一条防线150人 比上面阻力大家 21139 那其实今天一碰到这个位置 已经是立刻急抽了 OK 立刻急抽 亦都是应验回 第一 她到了我们的波幅 OK 到波幅 到波幅 所以 防线开始起下了 月头是看防线的防守力 没有防守力 就好像月头那样 直接丧沽就行了 不用加那么多 到了 要转一转的阵式 记得不要一半通书读到路 我们投机或投资去踢球 鬼不知什么 冲过去对面射去龙门 入球 但你忘记了 其实中途有些人出来 挡住你 怎么拦住你 怎么摇摇你的脚 你要对抗这些对手 其实就是很多巧妙之处 OK 这个是大家必须学习的 你看到现在弹上来 亦都是上回我说的水平线 刚才亦都有水平线 快点吃 亦都是现在这个 很流行的海盗船波幅 我觉得大升大跌的 大升的一粒猩猩 就是难度一粒猩猩 大升是一粒猩猩 大跌的因为要冲破做淡的胸口 两粒猩猩 是的 大跌两粒猩猩 接着 再难一点的就是海盗船 今天这些就是比较高难度的操作 接着还要是弹弹波 弹弹波操作 所以来说大家一定要有个mind set 知道节奏的重要性 不是那些什么大升几百点 狂升狂跌 这些是低质素的人才会说的 我觉得不需要做这些事 一定要客观的分析 以及一个理性的思考 以及我们的标的物去影响 这是一个重点 知道给大家留言开 谢谢各位亲爱的粉丝 我觉得今天一些赞赞上得快了 经过我的教育 其实人类的脑和肌肉 都是有一个惯性 成功是一个惯性 做开的人好像有举东西 第一天举着衣服就几乎了 为什么举着又举着呢 就是说因为我肌肉已经惯了 我已经惯了 原来的东西越举越多越举越兴奋 不举不兴奋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一个惯性 淡仔国际 它是一个买米线糕 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慢煮牛肉饭的股份 3.4亦摸着顶 摸着摸着摸着 慢慢坐上去 其实我觉得你3.4买的位置 差点 肯定在横行区买 或者是这些位置 疑似假突破这些位置买进来 其实这只股票 众所周知它是买米线的 我经常说生活就等于股票 股票就等于生活 多些出去试验一下你的生活 认识多些不同优秀的人 你会体验到不同的观点 当然我认识到优秀的人 我会跟你分享一下 早晨 笑命早晨 这个字是慢的 业务增长性是没有什么的 饮食文化来说 好像减肥 以前吃肉减肥化 一会儿又怒又说什么 不要吃淀粉质 现在是生酮减肥化 所以来说 事而世逸 我觉得这只是慢的股票 还有我觉得这只不是很好的 短炒股票 因为它走得太慢 还有半身股期已经是过了 资金和绑紧期已经过了 所以来说这只不是一只 超好的标滴物 OK 超好的标滴物 其实黄金来说 也要升到一个很高的 无人知景位置 因为40年来的通胀 还有我们的美汇 美汇的已经连升了9天 闯着100的大关 很多朋友都说 买不买日圆 因为日圆是一个 美元的大的债主角 所以来说 其实以它一个 又不是高息货币 又不是纽纸 又不是澳纸 又没有什么利息 你买得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去旅行 跑者准备抢100万元的旅行 很便宜的 6万多元 抢100万元 拖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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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着拖着拖得特别开心 那我们说一下美汇 美汇 欧元区 受到要断煤 天然气又有狂加 它占了我们的美汇57.6% OK 这个欧元占了57.6% 接着到这个日圆 日圆是13.6% 接着到这个英镑 英镑是多少 9.1% 约翰逊 好笑 被人揍到去开派对 那些鬼佬是这样的 Low Limut Low Limut就是人生的 Low Limut 作为首相开派对 就被人咬他 迫他下台 我觉得应该罚钱 但他有点可恶 而且开派对也要小心 这个税典 黑狼 4.2% 税丝花狼 3.6% OK 所以来说 其实你看到这个比例方面 非常赶阔 非常赶阔 这个来说 大家需要知道 和明白一件事 美汇仍然是高期 所以我们的市方面 那个不稳定性仍然是偏高的 不稳定性仍然偏高 你买金的 其实在美国的期货市场 有期金 或者ETF是做到的 记得我们要广阔少许的 我看错了 早晨 WHY 你新来的 260直播 其实你看到神话的数很漂亮 OK G原品价格 都是狂升了一段时间 但我上两集教了大家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就是看看强不强 有没有力度 这个直接教你看 我们15号创了我们的18,235点 6年来的低位 用断的底部 上线没力度很简单 你看这里 上不上都去 当然上不了 即是没力度 没有力度 刚刚便宜 不便宜 我昨天买一件Cruge T-shirt 4000多元 OK 你去花园街买20元 那为何Cruge 4000多元 花园街买20元 就是Cruge本身的品牌值钱 OK 当然我做事都给你 第二 就是说 当这一只股票 这就是什么 反而现在是20元的股票 对了 它没有料到的 没有力度 只要它不停下跌下去 OK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它走势的情况 二三百元这些是很弱的股票 而且我一直都说 做淡做淡做淡 踩多两脚 股票的市场和做人一样 都是跟红顶白的 你不要想着 会有一个遥算状态 是没有的 OK 弱的就踩到两脚 做多两下淡 好似快手的 踩到这个底部 才可能会有一个做法 2600 我觉得不薄 OK WHY你想问175的 Prot 175一向都很坏 但是它会不会走得不够慢 你要讨论一下我们的工具 我要讲一下我的影片 12点就首播了 可以去我的Facebook Facebook那里 like一下 因为我整了很久的 我的小学计功夫 我真的要尊重电影从业园 原来是这么难做的 又要最自粒 又又老 搞很多东西 现在是偶心挤血力了 我觉得炒其子 赢钱有一些都不难 做这些新的东西就有点难 但不要紧 我最喜欢学新的人 永远都是咬着目标的 Pizza定律 吉利汽车 我觉得你即使看淡 我也不会用Prot 因为它走得不够快 OK Prot的要求 一定要快 OK 一定要快 狠准拙杀 你不是说 它不是跌 怕我 跌得慢也是罪 明白吗 在我们衍生的世界 你选错了工具 跌得慢你都会输钱 你不要觉得 1加1等于2 我们衍生工具的世界 1加1不是等于2 是冲出天制元宇宙的 OK 所以来说 一定要知道 知道走势 底气 还有情况 究竟是怎样的 喂 今天我们的赞赞 还有28 多谢大家 快点快点赞赞 快点赞赞 一针来说 不是一个 Prot的好对象 OK 不是一个 Prot的好对象 还有炒其货的朋友 记得 明天已经是 这个星期的 周权的 结算了 所以做的话 要做远一点 还有这个市场 对一个 每周期权 我认为是一个 不太好处 OK 为什么 因为昨天为例 急跌 一定会吃得快 你做反手的 它又会磨走 IV 如果磨坏 那死得更快 所以来说 你要知道 不同时间 用不同的工具 而且成交太低 没有高弄低 实在太容易了 同学们 OK 没有高弄低 实在太容易了 下一只股票2331 曾经中央突然说 喂 维稳 突然间黏了线 弹了上来 其实 你令你讲 我好多人喜欢问 Corpus 我给大家多一点 如果你在这个留言区 你想问Corpus 我是欢迎的 但我希望观众 跟我一样 深度一点 OK 即是成功赢在世 以前有一个学生 他做过什么功课 1024 388 这些他自己做的 9626 全部都跌到偶 做Pit功课 第一 吊敌物 第二 你做Corpus 说明 第三 什么行使假 OK 是了 什么行使假 你要说明 第四 什么月份 因为怎样说 你这么mean的 是的 当然是mean 我们的Corpus 可以去到 今个月 下个月 下一季年尾 OK 你如果不说 后面那两个 究竟什么 12月的盘 什么行使假 什么时候 是了 赢是赢在 在个细节 OK 路斯莱斯一把 遮掩在车里面 10万元 如果你买一些 普通的脚车 便宜的 5万元都不用 为什么路斯莱斯 买这么贵 就是说 因为人家的 细节有 OK 细节是 绝对 是有的 OK 哈哈大笑问 这个 9988106 入了怎么操作 是的 阿里巴巴相信大家 说Monga 减持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一件 秘密了 其实我觉得 作为一个 成光的game经理 减持一些 没有表现的股票 是很适合的 好像你老板扯人的 如果他裁员 他当然炒一些 废费 没有用 又为公司 带不到生产价值 其实一个正确经理 就是一个残忍的老闆 我认为是 如何残忍化呢 就是说 你的股票 没有表现的 当然不会啟妈 什么爱你一万年 又要这又老 所以为什么啟妈 差不多六条多才成名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 僥倖城 我觉得僥倖城的成分 很大 而 那个Monga 和他的朋友 你们的股神 北非特 几十年来 都是可以长胜 当然是有方法 今天我回答这个 同事说 我瘦了 当然瘦了 暗藏的秘密 怎会告诉你 当然吃东西才有 所以来说 106元这个位置 是在上面这里 才卖的很明显 其实当时 它六天升了 66% 我自己觉得 它仍然是一个大波幅的 横行区间 正在走 106元 比远一点远景 其实不差 其实有些什么 淘宝 阿里云 淘宝被人家炮者都狂买 不知为什么 几元 几元就买了很多 买了大宅 都要几够 很开心 一走海岗 整个大惡 一跌就跌几千元 所以淘宝我挺喜欢的 阿里巴巴如果放一个中期的半年左右 乡下一定能回到 老实说 但是你要坐得到 安耐得住 因为ATM来说 三只的波动性 这一只是最少的 是走得慢一点 还有大户搬了几千万货 过来 在美国 有朋友就问 是不是一定是跌 当然不是 上次夹了你多滚才车下来 所以阿里巴巴是一个比较慢的 ATM三只来说最慢 还有一个中性的 中性的 你说指示位置 真是这么不幸 OK 假设你是做孖展 希望你不是做孖展 80元 或者有些政策 你知道我们内房有14个城市 也都是松绑了 还有中国的政策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来就来 说封就封 我不理 一百亿是上海狂消息 我不理 我要封 OK 所以来说 就是说一件事 给大家知道 我们的政策很难推测 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原因 打下去 是什么原因抽上来 这个reason 我觉得很重要 好像游戏机版号 8个月不批 突然间又批了 那你问有没有为什么 没得解 遮心情 还是批 喜欢这又喜欢不那 所以的话 大家告诉你一件事 阿里巴巴 这只股票 是要等的 还有我想说 Mongo 是估了一半 虽然他输了差不多一半 但是 人家基金的 讲解是几千亿的基金 人家在想的事 你是不是知道 你又不是知道 你又不是团队 你又什么都不知道 你现在是股人猜测 所以记得 不要赚在股仁肩膊上 股神都输了 他输了一半 大哥 做一下功课 你们OK C摩乙国仔 就是说 他的烟牌是商品化 有利好作用 但你记得 我们的国家 基本上就是说 出生率低 年纪老化 这个五笔梁思考 戒得到戒 斩就斩了 千万不要有一个 痴受妄想 但你说 不是 C摩乙国仔 看牌子 好像挺好 但好像有点东西 那你便是10% 那你买穿了15.6 就走 那下面看 上面看19元 下面看15.6 我觉得 这个的回报 和这个的需求 是reasonable OK reasonable 什么是reasonable 讲女法则 输的 我没有说不输 我肯定会输 OK 只不过输少赢多 就是直接拿着数 当然 现实世界 就不要拿着数 那其实炒业 就是说 我要输少 赢多 不是shon ho 我是最真人shon ho 为什么 shon ho是没有一个好处 你多少个观众 200元 monga 200多元 打到你只剩一件水 OK 只剩一件水 那这个来说 大家都要知道这个重点 OK 都要知道这个重点 好了 答多几个问题 现在看到这么多观众 进来 1337 雷蛇准备 好像私有化 叭叭叭叭叭叭 这支股票来说 我会偏向是 倾向闪开它 不要搞它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打 又不行 扭下扭下扭下扭 来扭去 那时有一只实际 再在例子 410 soho 中国 当时就说 这个黑石 私有化 又不私有化 又得又不得 左咳右咳食忽得 这样 这些就是私有化 不私有化 私有化 不私有化 最后 只剩一剩 所以这只股票 我会选择 避开 我们的电竞耳鼓 我不知为什么 小朋友花这么多钱 买一张打机椅子 为什么 我到现在都很费解 但小朋友的世界 是很难去推测的 是吗 双汤 如果你跟开炮嬉 看回我之前的所有直播 我推介过一次 一次一次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 3.7到8元 炒上市的IPO的feeling 然后buy 没有炒过了 sorry 最好笑的是 就是说他那时候入科子 这个世纪大搞笑 在出来搞笑 3.7% 不好意思 计错了 0.2% 所以我常常叫学生计数 不要那时候一定计 不要鄙视每一条数 我学Youtube都鄙视 做字母很简单 说你做 做死你 所以来说 这只我不看好的 而且相当它是W股 图图出了什么叫W股 这我不再多说了 我不看好的 亦都就是说 它好像快要回到4元的附近 它是只能够被人打的股份 是没有什么做反的工具 没有啊 好像是 所以来说 这些股份 进不能攻 退也不能守 只能够挨打的状态 我会选择放弃 OK 放弃 这一个来说 大家也要知道 700沽卵11414 行使价311元 11414 剩余价30.25入 会不会 会不会到价 OK 这是什么来的 沽卵310元 是啦 那 最后该日 那首先呢 这一只卵肯定是买错的了 我肯定是 为什麽呢 因为腾讯其实 在上个月17号 有少少的区间 大型区间磨垃圾 不要少看这50元 我们买卵 最近 下午3点钟 会和Elaine 和汇丰卵正有个 合作的广告 大家可以去看 在Facebook有条链 买卵的话 最重要是快 快肯准处杀 什么叫快肯准处杀 最重要是 最近的Bilibili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哇 一天有弹10% 一天有弹5% 打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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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挖你两巴 但是 我们炒卵 最喜欢这些人 走得快 最重要是好世界 OK 孙正义常常传出货 传也不出货 其实他是一个救星 当时他义无反顾 帮马云的孙正义 还有 千万不要因为腾讯持股 就去抽 因为腾讯是一个很花心萝卜 他没有东西 麻烦观众还有10个赞 在我收档之前 给了跑者 10个赞 麻烦 多谢合作 其实你这支卵 一定是买错的 不用说 0.25% 我刚才有个同学问 我又买了一支 比亚迪的鱼 但昨天 慢收慢脚 又过了事 吃不及 顶算呢 买这些东西就要夹紧 我经常说 你要夹着它 你不是在煲姜草 翻转着吃 这支卵 如果你不吃的话 它就会不停地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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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鱼方面 你的日价又高 日价又高 日价又高 人生保护又是差不多 而且你都属于一个很远价的鱼 为什么这么说 远价近价 你看现价 10%几20% 还不一定是软价的鱼 還有它現在是屬於磨爛隻的狀態 什麼磨爛隻 上個月那些不磨 每天都行一千的 大上大陸 瘋了線 這個磨爛隻對於卵的傷害性最大 你說是不是不買卵 當然不是 如果你買卵的 買些會行的 最重要是夠激情 因為這些就夠激情 67 跳樓機打到57 買就買這些 要買就買這些 你不要那些暴鬥 痴癌症就不要買 因為那些會受傷 所以就知道這隻工具的攻擊性 和防守性是怎樣 最重要是你們學到東西 記得給個讚 外錢沒有朋友 孟格林退休 都給他善獲金 其實我們投資市場上沒有善不善獲金 我經常都說做人要保持一個比較正能量 不要怨天 猶人生 猶死 其實你說是孟格的 你記得是老爺爺 八九十歲都這麼開心的人 就知道他一定是看得開的 第二就是說 他們都是幾十年老江湖 有個風浪 但是我覺得那些老人家的問題 他們就多謝大家100個like 給我100個 就是說他們老人家的問題 他們不要接受新事物 例如股神就是說 Bitcoin就好像有個性病 Bitcoin是性病 那時候只有幾元還是幾毫子 接著最近Bitcoin很厲害 是一個嚴重的性病 就是說老人家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們不要接受新事物 當然 人家這麼大的投資 是一個團隊性去做 所以大家來說 都可以去多多了解 OK 今天節奏方面 我仍然是認為一個磨冷石 加一個水平線 跳來跳去 什麼水平線呢? 即是我們今日的開市位置 21,300點左右 左上右跳 左上右跳 跳跳跳跳跳 剛才吃到一轉的咖喱飯 也到了我的下班時間 什麼下班時間? 是指數下班時間 我還沒下班 就是咖喱飯 然後再一個牛肉飯 然後再下班回來 我們再部署 下班回來再部署 而不是在這條水平線 這樣橫行一點點的 上下100點 就這樣牛紅牛紅 我都保證你死亡率非常之高 OK 所以你們知道現在吃大茶飯是10點半 OK 還有下午的1點鐘 不如再吃 到時看位置再吃 可能今天牛紅牛 抽幾百點 這個世界很難說 那記得 Buy timing You're everything 下午3點鐘 直播跟大家分析一下美股方面 還有加息的數據 拜拜